是的 开斋节突然提早一天到来 让全国都相当错愕 很多人早在一个多月前就买了机票 结果没有想到开斋节第一天会在空中度过 不过这也无阻民众回乡和家人团聚的喜悦 受访的民众还急性地和首要媒体记者 唱了一小段调侃意味十足的开斋节歌曲 我们全部都吵了 实际上我没有练对于日没人 但原因是因为日差的公司又变得来 所以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因为这个日常有点自然而是 所以我们不必做什么 我们都可以走路了 我们很惊喜的 结果又发生了 什么事发生了 在哪里的予予予 予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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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的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满是准备回乡的人潮 民众纷纷表示被突如其来的开斋节吓了一跳 好在早前就已经买了新年衣服 不算毫无准备 尤其过去两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无法回乡 今年虽然有点手忙脚乱 但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 民众都表示非常开心 从昨天5月12点到今天5月12点 有176趟国内航班 以及79趟国际航班 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起飞